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无一例外地称为柜子手 而长时间的杀人生活 让这些人变得喜怒无常 有时手段还非常残酷 尽管杀人并不是他们的命令 但是经常亲手做这些残酷的事情 时间长了人就变得十分冷漠 不近人情 尽管不为人们看好 但作为一种职业 必要的职业技能一定是要有的 作为一名合格的柜子 手 首先要敢于杀神 小柜子手从拜师入门戏 就要练习杀神 既然是练习 人是不能杀的 鸡鸭鹅之类的小动物 便手当其中 然后是猪油盐等大型动物 这样做主要是练的 其次 柜子手讲究一刀毙命 高超的刀法必不可少 柜子手每日都要键刀 他们会在冬瓜上画上一条线条 然后一刀挥下 冬瓜一键而开才算合格 当可以熟练拿刀后 就开始杀生了 当然并不是杀人 只是拿着家禽来练习 当功夫熟练到一定程度后 就开始要求刀工了 这类职业的人刀工并不比厨师差 他们在练习时随便在物品上画条线 沿线把物品斩断才可以 因此能成为柜子手的人刀工并不差 但是尽管功夫下得在身 等到真正杀人时 有些人还是不敢的 毕竟心里的这一关难克服 大家又同为人类 比较不人心 所以很多人都做不了这个职业 真正能做的人很少 这就是为什么这个职业工资高的原因之一 这个职业的工资来源还有一种 那就是从犯人的家属那里得到 有的犯人家属 会要求给犯人留个权势 这种权势并不是不用砍头 只是把犯人砍成藕断丝连的样子 这种要求很好演刀法 所以一般会这种刀法的人 钱财来的都比较快 比同行的其他人都富裕一点 但是这种职业没有女子砍嫁给他们 毕竟柜子手每天所做的事情都太过残忍 而女子大多都比较胆小与柔弱 只要想想每天和一个杀人的人睡在一块都感到害怕 因此就没有女子喜欢他们 做这一行的人很难找到老婆 民国时期 死刑就取消了砍头这个残忍的死法 而是选用了枪毙 从那以后 柜子手算是消失了 但是实际上大家都是知道的 只要有死刑存在 柜子手这个职业就会一直存在 只是可能形式和古代不一样了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onder泪 远平 父子 添